Hello 我今天會講Chapter 5 Food and Humans 一開始我們就會介紹7個食物物品 carbohydrate, lipids, protein, mineral, vitamin, dietary fiber, water 這段影片我會介紹carbohydrate, lipids, protein 這7個食物物品其實是很重要的 我們說Balanced diet就是均衡飲食 一定要涉及這7種食物 什麼為均衡呢?我不是吃1比1比1比1 不是每個人吃一份 我們的Balanced diet是有一個正確的分別 不是說我今天要減肥,然後不吃脂肪 不可以的 因為脂肪對我們日常來說 都是很重要的 我稍後也會解釋一下 可以嗎? 我們首先一開始就是講carbohydrate carbohydrate就是由carbohydrogen和oxygen組成 而H比O的Ratio 即是Hydrogen比Oxygen的Ratio是2比1 你可以看一下最普遍的Glucose 即是carbohydrate的Category 我們會看到carbohydrate有 Hydrogen有 Hydrogen有 而它們的比例會是H比O2比1 我們可以數一下 1個C,2個C,3個C,4個C,4個C,5個C,6個C 6個C H數到12個C 這是比較簡單的方法 但有時候的方法不是這樣畫的 不知道為什麼 方法可能是這樣畫的 咦? 這樣 這裡有一點難度 可能是這樣畫的 然後會有OH 然後OH 這樣畫 但這個是很簡單的方法 其他東西它是不畫的 在這個情況下 我要教一下 這些接駁位 中間這個其實是有一個C 它可以隱藏 它可以隱藏 這個是比較簡單的 構圖 這樣畫出來 但是你要懂得 那H其實它也是可以自己消失不見了 所以考試的時候 它有機會出這個圖給你 你也不用怕它是Gluco 不過在Bio的角度 我們當然不會考你怎樣畫 大概知道它是Gluco 就OK 知道它是C6H12O6就可以了 OK 我們說carbohydrate carbohydrate 然後它的比例 2比1 你會看到2比1 所以我們carbohydrate 都可以分成三個小分枝 Monosaccharide 意思就是單糖 即是一粒的 structure Diseccharide 兩粒的 structure Polysaccharide 就是很多粒的 structure 我們看看 我們怎樣可以由一個Monosaccharide 變成一個Diseccharide 就是靠一個process 叫做condensation 大家看看 假設在這裡 我要把Gluco 跟著Fructose 兩個都是Monosaccharide 我兩個黏在一起 現在是獨立的個體 我要把兩個黏在一起 這個過程叫做condensation 就會變成sucrose 這個Diseccharide 在這個過程 Condensation 我會release了一粒水分 即會流失了一粒水分 在Bio的角度 我要看看 它究竟如何形成一個bond bond是拖手的位置 他們的反應是怎樣做呢 你看看 Gluco 剛剛介紹過的樣子 這裡會有一個OH Fructose 這裡有一個OH 即是兩個O 兩個H 然後他們拖手 要兩個黏在一起 就會拿走了兩個H 一個O 在這個情況 這個O就會拖手 剩下一個O就會拖手 可以嗎 所以它會release了一粒水分 而剩下一個O 就會將它這樣黏在一起 可以嗎 在這個情況 我們說 Gluco C6H12O6 Fructose 又是C6H12O6 它兩個方法是一樣的 Chemical formula 但只不過他們的擺位是不一樣 即是他們的結構上面擺位 譬如這個OH 然後去到這裡 然後會有不同的擺位 他們一個是五角 一個是六角 他們擺位的擺位不同 所以即使他們的formula 是一樣 但他們都會是兩粒不同的Molecules 在這個情況之下 為什麼我不會說 比例是1比2比1 即是C比H比O是1比2比1 為什麼我會這麼強調 H比O是2比1 為什麼不可以加上C 原因就是 你看到這兩個formula 我組在一起 Sucrose 是什麼 C12H24O12 是不是這個故事 不是 因為你看到 它Release了一粒水分 換句說話來說 在這個故事 H不再是24 它會變成22 O不再是12 它會變成11 在這個情況 C比H比O 不再是1比2比1 因為C已經是多了 所以我們在這個情況 H比O是2比1 Water又是2比1 那麼2比1 他們的比例都會維持不變2比1 所以我們可以說 Carbonhydrate 總括來說 它的Ratio是2比1 但是 因為C比H比O,這個比例是1比2比1,只會出現在monosaccharide上 看到嗎? monosaccharide的general formula 可以是這樣寫的 即是CNHENOM N是代表我未知數 即是如果它是三個carbon 它的formula就是這樣寫 2比3,即是2乘以3,即是6 可以嗎? 這個molecule叫Triols 我們學過Triol是解3的意思 Triols 它也是monosaccharide的一種 不過我們沒有學過它 所以讓你知道,monosaccharide,Gluco 會是其中一個 我們不是說一定要6個carbon起跳 即是3個carbon 都可以是一個simple sugar 或者是DNA DNA裡面也會有一個pantos Pantos 就是5個carbon的carbohydrate 都是其他的example 同樣地,如果我想把它們黏在一起 譬如我們學Fructose加glucose 剛剛介紹過了,sucrose 如果Gluco加glucose,就會變成meltose 這個動作也叫做condensation 但如果我想拆開 譬如我今天吃了starch 吃了starch 吃了starch 墊粉 墊粉全都是由glucose組成 很多很多很多的glucose 組成starch 我想分解它 分解它的動作不同 叫做hydrolysis 用水去分解它 這個故事 我沒有畫到 這個故事 就是會放一顆水 調轉 放一顆水 然後將剛剛O的結構 給H 給OH 然後由兩顆 變成一顆 可以嗎 這個就是 MonoSaccharide和Dysaccharide 他們親相對於condensation 分解它 分解 Table high 不管是兩顆 分解兩顆分解成一顆 就算是一顆分解 可能是數顆分解 分解 比較相對 分解 分解 這些分解 分解 甜的和溶在水中 如果你學了之前的題目 第三課講diffusion的時候 你應該開始想到 它是soluble in water 會影響水的可能性 我待會記得的話我會講解一下 然後呢 所有的monosaccharide和dysaccharide 都是reducing sugar 除了sucrose之外 你不用理會什麼是reducing sugar 因為它是比粒電子 或是收粒電子 總之是reducing sugar 總之記得在某個角度 所有的monosaccharide 除了sucrose之外都是reducing sugar 什麼意思呢 meltose,glucose,fructose 那些都是reducing sugar 即是在Benedict test裡面 它會有一個positive的result Benedict test 會是用一個Benedict solution 即是這個 試試我變了一個water 這個藍色的solution 藍色這個solution 外面的water 我放些sample進去 如果是有reducing sugar 這個sumple有reducing sugar 它會形成白色的precipitate 這是一個positive的result positive的result positive的result 代表陽性 即是有反應 negative的result 代表陰性 即是沒有反應 好了 這個動作 我們飛一飛後面少少看看 你可以看看這個 麻煩你記起一個procedure 記起一個procedure 就是說Benedict test 它是會加Benedict的solution 然後加上heat 記得要heat 加熱 你要heat就好 boil也好 才會有break rat的precipitate 但要留意一下 之前有說過一下 它有機會有不同顏色 這裡沒有畫到 雖然說break rat的precipitate 但如果真正的Benedict 測試reducing sugar 其實它可以出現不同顏色的precipitate 它可以是綠色 它可以是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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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depends on 它有多少的reducing sugar 在一個sample裡面 即是可能我們覺得 兩顆的reducing sugar 它可能就會變成綠色 多些可能變成黃色 再多些可能變成orange 它就會有不同程度的reducing sugar 的concentration 給你看到 即是換句話來說 如果考試的題目 它會提及到 它變成黃色 那它有沒有reducing sugar 有 可以嗎 即是它有機會 在題目上 給你很多不同顏色 但你不要有個錯的concept 覺得Benedict solution 一定要變break rat的 不是 它可以變成其他顏色 但是 你回答題目的時候 你就要說 它是break rat的precipitate 那你就不要challenge它 哎呀 我讓我試一下 寫這個yellow的precipitate 老師會說我錯 不要這樣challenge 即是題目 它可能會給你不同顏色 那你要有個心理準備 它是會這樣問 但是你回答題目的時候 你不要去challenge老師 你不要跟我說 選其他顏色出來的 行不行 寫break rat的precipitate 去做它的result OK 那然後呢 好了 講完這個Polysaccharide Polysaccharide 反過來 它們就是 都是condensation 它們不甜的 還有是insoluble in water insoluble in water insoluble in water的意思 代表它不影響 Water Potential 我們講Water Potential 是所有融在Solution的物質 才會影響Water Potential 譬如我放一塊石 在一杯清水裡 那我拿了一塊石 它仍然是清水的 但是如果融在水的物質 譬如是糖 融在水裡 你還能不能拿回來 它已經影響了Water Potential 所以我們人們會用Glycogen去儲存 Planter會用Start去儲存 為何要這樣做 為何我們不直接把多餘的Glucose 儲存在我的細胞裡 如果你記得第三課 講的時候 就是 因為如果我們用Glucose去做Storage 我們會用Glucose的Water Potential 裡面越多水 Water Potential就會越低 對不起 裡面越多Glucose Water Potential就越低 可以嗎 Glucose Water Potential低一點 如果外面 Water Potential的量 是比較多的話 水會進去 進去的我們的細胞會怎樣 會爆 所以我們儲存 就是會以 不影響Water Potential的Glucose 不影響Water Potential的Starts 和Glycogen去做一個儲存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做一個儲存 這樣會令到我們的細胞比較穩定 即它不會Burst 也不會Shrink的狀態 可以嗎 OK 那Polysicaride它不是Redeeming sugar 即是代表 我的Redeeming sugar 放在Banetic Test裡面 它不會變成Brig Red Precipitate OK 那好了 Carbohydrate用來做什麼呢 Energy Sauce 因為 我們最Ready to be used的 是Glucose Glucose 所有 譬如你吃那些 薯仔 裡面有這個 Starts 它最後 都會Hydrolysis 變成Glucose 才Under Go Respiration 去Release能量 因為我們為什麼要吃東西 因為我想要能量 那為什麼會做到能量 為什麼要吃東西 就是因為我們 Digest了它 消化了它 消化了它 然後我們再做Respiration 這個動作 再做呼吸 因為呼吸 你有沒有印象過的方法 是怎樣的 我們會用 食物 這是Respiration的方法 再加氧氣 我們就會產生 二氧化碳 再加水 再加最重要的能量 這個是我想要的 所以為什麼要吃東西 就是我為了做這個動作 為什麼我要呼吸 就是為了做這個動作 因為呼吸才有氧氣 所以最後是想做什麼 能量 能量有很多用 譬如你細胞分裂也需要能量 你肌肉的收縮也需要能量 等等等等 行不行 OK 第二個功能 這個動作 就是能量的儲備 不同的 這個是EnergySauce 即是立刻可以用的 這個是要儲備的 那用來Glycogen 這個Starch 都是能量的儲備 Glycogen 就會Store in liver and the muscles 如果你太多這個Glucose 就會變成Glycogen 那如果是Plant 它做得太多光合作用 那麼多餘的Glucose 就會轉換成Starch 做儲存 行不行 最後是Dietary Fiber 因為Cellulose 下面有寫的 Cellulose 就是Dietary Fiber 它不可以消化 為什麼呢 如果你有學到第四課 記得第四課的話 我們身體內 是沒有Cellulase 這個Enzyme 那是什麼意思 Cellulase是什麼 好 這裡 有一個現成的Cellulose 如果 如果 這裡是Glucose Glucose Glucose 很多Glucose 如果我要用這些Glucose 我一定要把它斬開 斬開 斬開這個動作 我需要Cellulase的幫手 Cellulase的幫手 但是 如果你身體內沒有Cellulase 真的不可以 將這些Glucose release出來 即是不可以釋放這些Glucose 變相你的能量都用不到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們人類是用不到Cellulose 的Energy 但是它是用來做什麼呢 Dietary Fiber Dietary Fiber 就是膳食纖維 它用來做什麼 就是幫你的糞便 保持著水分 令到它軟一點 還有令到它脹身一點 因為脹身一點 是可以容易一點 令到你的腸肌肉 因為脹身一點 你的腸肌肉裡面有東西 然後它就會愈動 那你就快點磨出來 就是減少便秘的機會 我們7個的Food Substance 都會Dietary Fiber 我之後也會再講一下 那好吧 Test 有什麼Test是Test Carbohydrate的呢 如果是專門是Test for Glucose 就是會用Clinastic Paper 很簡單的 有兩張試紙在這裡 然後你點些Sample 如果它有Glucose 它就會變成紫色 如果它沒有Glucose 就是Remain Pink in Color 不過要提醒一下 提醒了很多次的了 就是如果考試要講這些 顏色的變化 麻煩你 你Original是什麼顏色 之後什麼顏色 都要寫出來 我知道很多人在它方面 哎呀 The Clinastic Paper turned into purple When the Glucose is present 這樣 這樣 可以變成紫色 但是這裡就一定說不到分 為什麼 因為你要講完原本是什麼顏色 可以嗎 那 Reading Suga 剛剛介紹過 就是用Banetic Test去測試 所以這裡 測試Glucose 所有東西都可以 所以 Glucose是可以被 Glanastic Paper去測試 還有Banetic Test去測試 還有Banetic Test去測試 還有記得Banetic Test 是有大街B 還有ApostleVS 要的 那Starch Starch Starch是Alertine Test 我想大家都會熟的 因為初中的時候已經學過 那如果是有Starch 在Sample上的話 它會 Turn the color from Brown to Blue Black 那有些出版社會寫 Dark Blue 都可以的 行不行 OK 那 好啦 真的說問了一點 比如如果剛剛問你 為什麼我們要用Glicogen去做一個Storage 那你就懂得寫OK 因為它是不會影響這個Water Potential 所以它不會Lose Water 或者Gain Water 所以我的細胞是不會Shrink 或者Burst 那所以我就可以Stable我的細胞 那這些是考試小小的問法 那你自己的Concept也要斷一斷 那還有這裡有些額外的東西 那我們說Polysaccharide 是由Cellulose Starch 和Glycogen都是Polysaccharide 那它們的結構上面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它們全部都是由Glucose造成的 這些全部是Glucose Glucose 那Cellulose 它的特性就不同了 由於它們之間的Bonding是有一點差異 那就令到我的Cellulose 是Parallel的畫的 直線直線直線地畫的 那它很厲害 這個Cellulose 直線地形成一個Layer一層 然後下一層就會這樣形成一個Layer 那你要幻想的 這裡有很多Glucose 我轉個顏色 Glucose Glucose 很多Glucose 那下一個Layer 就會是 可能這樣擺 這樣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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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擺放很多Layer 那它就是很硬正 你試想想有很多條繩 其實你已經扯不開了 那Cellulose在哪裡找到 就是Cellulose Cellulose Cellulose在哪裡找到 Cellulose在哪裡找到 Planet cell找到 那所以 我們剛剛說Cellulose是什麼 Dietary Fiber 為什麼我們要吃菜 為什麼腸 讓你容易大便 就是因為 那些菜裡面 它是Planet 有Planet cell 有Cellulose 有Cellulose Cellulose 什麼分別呢 就是Glycogen 是Highly Brownsed 即是分支多些 那分支多些有什麼好處呢 那你想想 Glycogen 是Animal 儲存的樣子 Animal 會做什麼 會走、會跳、會跑 那代表什麼 它需要的能量是多些 所以 它需要的Glucose 亦是多些 幫它產生多些的能量 所以它多些的Browns 代表我可以有多些 我們叫做Accessible End Accessible 即是可以接近的End 去Release 即是儘快去Release 所以你會看到 可能我這樣 就可以一次過 Release很多的Glucose 出來的 所以 它ReleaseGlucose的速度快些 產生的能量速度快些 那就可以應付到 我們日常的活動 人類日常跑跳跳跳 當然 Starch 即す為Beran Beran associations會跳休 Schulочек 要如何出去 不會的 它顶多看著太陽 これ Radar 然後它那個活動 沒有太大 拍 sorry 它所需要的能量 沒有那麼多 而我們便不需要一次過 流行那麼多的能量 уй擏 所以她就不需要 coun dislocation 不用分枝那麼多 它就可以慢慢拉出 放 Rio 這裏是三款Polysaccharide結構上的組織 你們可以看一看 很快地再下 Lipid Lipid同樣地都是由CHO做的 它們的Ratio會大過2比1 你看看這個結構就知道了 這裏是一條Fatty Acid的Chain 即是Fatty Acid 你自己數一下 即是C、H、R 即是H、H、H、H 平常是H、H、H、H 所以H、O的Ratio一定是大過2比1 考試當然了 你未必是這樣的 有時Fatty Acid就會變成 可能是Glycerol Glycerol是甚麼? 剛才沒說過 Lipid是會由一個Glycerol 再加三條Fatty Acid組成 那三條Fatty Acid 會有機會是畫成這個樣子 跟剛剛的道理一樣 它畫成這樣 我們說連接位是C C、C、C、C 雖然它沒有畫到C 只是畫了這樣 其實你也知道 有很多C和H 因為我們有教過 一個C是會牽著四隻手 一個C牽著四隻手 一、二、三、四 四隻手 你就可以補回兩個H 例如你會看到 這一個C 這裡有一個C 已經有兩隻手 差兩隻手 還有H 可以嗎? 好 總之跟你說 考試的時候 Fatty Acid有機會是出現簡單的 這個樣子 即是展示給你 也有機會是出現這個樣子 你也知道它是Fatty Acid 好 當我是一條Glycerol 再加三條Fatty Acid 它就叫做TriGlycerol Tri即是三條 換句話你也知道 如果我是一個Glycerol 再加一條Fatty Acid 那個就會叫做Monoglycerol 如果我是兩個Fatty Acid 兩條Fatty Acid 就叫做Diglycerol 很簡單 什麼時候會有Monoglycerol 就是當你消化那個脂肪 你不是一次過消化三條 消化了一條 只剩下兩條 就黏著Glycerol 就大Glycerol 可以嗎? 很簡單 同樣的 他們Fatty Acid Glycerol 和Satty Acid 本身是獨立的 同樣的 都是叫Condensation 很簡單 如果我消化它 拆開 也是叫Hydrolysis 我們消化它的時候 都是拿走水 你看到OHOH 拿走一顆H2O 這個O 就會形成中間的連接位 可以嗎? 所以你會看到 如果我把這個Monoglycerol 拆解的話 假設Glycerol 應該會是 C C C H H H 你會看到 這個結構 跟這一邊的結構 是一樣的 如果你們看不及 的話 就停一停 剩下這一邊 就是OHOHOH 因為我知道 這個O 在這裡 圈一圈 這個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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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會加一個H 剩下的這條Structure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 很大圈的東西 這個 C O O 我用來 就可能會加它為 C O O 加一個H 給它 你要畫的時候 可能就會這樣畫 C O O H 可以嗎? 每一個Fatty Acid 都會有這樣的結構 換句話來說 如果你想把它黏在一起 假設這裡有很大圈的東西 我不畫了 很大圈的東西 如果我想把它形成一個 的Structure 這裡形成一個Bonding 我就會把這個H 拆掉 然後把它連在一起 就是這個Bonding 看到這個Bonding 和這個Bonding 可以嗎? OK 這裡就是Condensation Hydrolysis 就會反過來 拆掉Bonding 加上H 加上OH 就是Hydrolysis 換句話來說 如果一個Glycerol 再加三條Fatty Acid 應該會產生 三個Water Molecules 同樣地 我都需要三個Water Molecules 去把它拆掉 變成一個Glycerol 再加三條Fatty Acid OK嗎? OK 那好了 Fatty Acid 其實有分兩款 一款叫做Saturated 一款叫做Unsaturated Saturated 意思是說 這裡 每一粒的Carbon 都很厲害 形成四條不同的手 就是H 這樣 Unsaturated 即是不飽和 這是不飽和脂肪酸 不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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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看到 它有四隻手 同樣地 但它會有兩隻手 是貼著同一個Carbon 這裡就會形成一個Double Bond Double Bond 即是兩隻手 這樣貼著 在這個結構 它會弄歪 即是會弄歪 所以有時候 我們畫的Fatty Acid 我們畫的Fatty Acid 是會這樣 它可能直線 因為它是直線的 這個Saturated 有時候可能這樣弄歪 就因為這裡有一個Double Bond 飽和脂肪和不飽和脂肪 哪個好一點呢 不飽和脂肪是好一點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一個低一點的Melting Point 我們經常說 飽和脂肪這些脂肪會失去我們的血管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譬如不飽和脂肪 你在家裡看到一些 花生油或植物的油份 通常都是液體的 在25度 我們身體是37度 36度 即是 這些油在25度已經溶了 在我們身體裡面 都是溶的狀態 它就會跟著血流 它不會失去我們的血管 它不會變成固體的 但是如果 是一些動物性的油 譬如 肥牛的脂肪 等它在室溫25度 它是一個固體 你會看到 在高溫煮它的時候 譬如在邊爐裡 滾一滑 100度 滾一滑 它還是一塊脂肪 不會溶掉 那一條白色的東西 在這個情況 就是飽和脂肪 在100度 它也不會變成 液體的狀態 在我們身體裡面 它也是固體 那你會怎樣 那些脂肪在血管裡面 走走走走走的時候 它就會停在這裡 然後就塞了你的血管 所以飽和脂肪 就是比較差 因為它有一個很高的溶點 這樣就容易會鎖住 你那條血管 血管叫做 血管叫做 如果是不濕的效果 就是好的 所以 如果 在你那個 通常我來講 乳肝油 那些Omega 3 是好一點的 有不不和脂肪 因為那些魚油 通常都會有一些 不濕的效果 如果是Omega 3 是什麼意思呢 就由這個 Carbons 假設我這個 叫頭 這個 準備黏住 Glycerol 這個就叫尾 尾 尾數上去 第三個Carbons 這個Carbons 有一個Double Bond 那就叫Omega 3 所以 我們說 魚油裡面 是有沒有有Omega 即是代表它 一定有Double Bond 即是代表它 是一個不飽和脂肪酸 對不對 所以就沒有那麼容易失去血管 那些油分 OK 那我們會有 Fat and Oil 即Glycerol 我們分成兩個 一個是Fat and Oil Fat就是脂肪是Solid的 Oil就是Liquid的 OK 那麼 Lipid呢 有什麼功能呢 As Energy Reserve 它是儲存能量的儲備 除了我們剛剛的Glycerol 和Glycogen Glycogen 和Starch 是做一個能量的儲備之外 我們的脂肪也是 所以 我問 植物 怎樣去有這個能量的儲備 植物 Starch 可以 Lipid 也可以 或者它寫Oil 因為它都會有些 如果不是花生油 有些 解花子油 有些 Oil 去做一個能量的儲備 另外 Lipid 或者是Stall in Aedipal Tissue Under the Skin As Subcutaneous Fats 或者是Around Internal Organ 好了 即是 脂肪 是會變成 脂肪組織 是Aedipal Tissue 如果這些Aedipal Tissue 是儲存在我們的皮膚底下 就叫做Subcutaneous Fats 可以嗎 總之 脂肪 是形成這些組織 而如果儲存到位置 即是皮膚底下 就叫做Subcutaneous Fats 如果儲存在你的 Internal Organ 就有其他名字 然後 這個 儲存在你的 Internal Organ 就是負責保護它的 可以嗎 As Shock Absorber 去保護它 保護Internal Organ 所以如果你真的 撈一些內臟出來 你看到它有脂肪 那你就不要說 它不健康 一定是一個超肥人 不是的 因為這是正常的現象 一定是有這樣的保護它 那 As a Heat Insulator 這個都教過了 Heat Insulator 這個字 不代表它一定保暖 不一定保暖 它也是同一時間 避免熱力進入身體 Heat Insulator 是指隔熱 除了阻止熱力的流失之外 譬如我外面的溫度25度 身體的溫度37度 那熱力一定由高溫去低溫 所以一定會流失 那你就一定會覺得冷些 譬如現在身體37度 那你調教冷氣25度 為什麼你會覺得冷些 是因為你流失了熱力 但是如果是沙漠 外面是40多度 那我身體37度 那熱力就會進入我的身體 那我就覺得很熱 那其實脂肪呢 都是在防止熱力 從外面進入身體裡面 可以嗎 所以 因素體這個意思 不一定是保持熱力的 它是阻止了熱力的 進入也好 防止熱減或熱失也好 可以嗎 第四 那脂肪呢 就是負責 absorption transport 還有 storage 一些滋溶性的維他命 滋溶性的維他命 就譬如是 維他命A 和維他命D 那樣的 OK 第五 那脂肪是用來做一些 性的Hormones 就是做一些 Hormones Hormones 很多時候都會說 有 protein做的 但有部分的Hormones 就是會有脂肪做 例如是性的Hormones 那性的Hormones 其實女生 我們通常都會說 Eastrogen 那男生可能叫Tastotiron 那這些都會是 一些性的Hormones 第六 Lipid 是用來做Selman Brain Selman Brain 那這個就是用來的細胞膜 細胞膜 然後我將這一節的細胞膜 放大 這樣 那你會看到 這一層 這些 就是一個圈 再加兩條東西 就是脂肪 不是呀 我們的Triglycerin 是三條的嘛 那這裡 它就脫了一條 變成兩條 那這個就是一個 我們叫Foxfolipid 好了 那我回頭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吃脂肪呢 你看一下 我們的Selman Brain 是需要脂肪 我們的Celman Brain 是需要脂肪 Celman Brain 在做什麼呢 譬如你細胞分裂 那你也要有多一個Celman Brain 所以如果我們沒有吃脂肪 代表我們不能做細胞分裂 那就是影響我們平常的日常運作 那如果我們沒有吃脂肪的話 那我們沒有Celman Brain 那對於一個女生來說 那就可能有機會沒有M力了 可以嗎 OK 然後再說一下 如何Test Lipid Lipid 我們會用一個Grease Spot Test 同樣地都要記住它的Procedure Grease Spot Test 就是有一個Filter Paper 然後放一些Food Sample 然後放一些Food Sample 讓它乾燥 如果你看著光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Translucent Spot Translucent Spot 是半透明的Sport 它會存在 但是 這裡不代表它一定是脂肪 譬如我可能是其他不同的Selusion 它都有機會出現Translucent Spot 這裡還未真的證實到它是Translucent Spot 那我什麼時候才能證實到呢 是如果這滴油 Imerge 即是它是 Imerge 進去 這個Organic Solvent 譬如是酒精 因為油是融在酒精裡面的 再拿出來的時候 如果真正是真的油的話 它會有一個Translucent Spot 會消失 就是Translucent Spot 它會消失了 那這個才能證實它的油 所以如果我們說 怎樣可以知道它的油 哎呀 Translucent Spot 即是它形成了半透明的 不是 不一定是Lipid 它可以是其他 令它變成半透明 但是如果我們說 當這個半透明的Sport 浸在一些Organic Solvent 拿出來 這個消失了 Translucent Spot 消失了 那這個才是脂肪 行不行 好 這些步驟都要記一記 有時候可能要你描述一下 怎樣去做一個Test 按這裡就不要失分了 OK 好 然後很快就說了 Protein Protein 會由Carbon Hydrogen Oxygen 和Natrogen組成 我們來看看 這個Basic Unit 就是最基本的 我們叫做Amino Acid Mino Acid 它的Structure 會有一個C 所以有C 會有一個H 會有一個H 所以有H 會有一個O 不止一個O 有O 接著還有一個N 這個N是特別的 是Protein才有的 行不行 那我們就可以 把它Amino Acid的 基本Structure 這樣表達出來 我們會有COOH 這個就叫做Carboxyl Group 而Amino Group 就會是NHH 而這個Amino Group 我們身體是不喜歡它 所以如果我們吃得太多 Protein 分解了 變成Amino Acid 那麼這個Amino Group 就會在我們的肝臂 去做一個Demination的動作 Amino Acid D 拿走它 不令它消失 我們就會變成Urea 在胸部裏面做 或在肝臂做 Urea 然後透過Urea 尿素 然後透過Urene 鎖它出來 可以嗎 這個結構 就是Protein 最原子的結構 Amino Acid Amino Acid 其實是會有大概20款的 就是這裡 你會看到 基本上它們的構圖都是一樣 都是會有 COOH Cablock Co Group 會有 NH2 當然 有時候是加加減減的 但是它們的構圖 比較相似 會有H 但你會看到 剛剛這個構圖 有個叫做R Group R Group R Group是什麼呢 正正 每一個Amino Acid 這些基本的構圖是一模一樣 但是那20款的Amino Acid 就唯獨是這個R Group不同 這個R Group 可以是這樣的 可以是這樣的 亦都是這樣 為什麼我這裡寫說 Some Protein also contains Sulfur 因為這個R Group 有機會會涉及S 有機會是沒有S 如果沒有S的話 整個構圖都沒有S 有機會是沒有S 有機會是沒有S 可以嗎 所以回到這裏 Amino Acid 基本上 它們的構圖是一模一樣的 除了R Group 就是每一個Amino Acid 都會有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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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C 當我們是吃了 protein 它幫我消化成這個Amino Acid 這個 不喜歡 割出來 那剩下的這些結構 我們是會運用它出來 它是做些什麼呢 它是我們一個 造成能量的一個形狀 來的 那我再說多騙我一點點 如果我們身體 通常運用 Energy 的次序 就會是用Carbohydrate 先的 我們說Caps 然後 我們就開始使用脂肪 不一定是要用完 Carbohydrate 才燒脂 通常用了些 能量不足 我們就可能會 用Lipid去釋放 然後 我們就會再用 Protein 這個是我們身體使用的次序 而它們每一個 使用的 釋放的量是多少呢 Carbs 大概是17kg 每1g 可以釋放17個能量 Lipid 大概是38kg protein 是18kg 所以你會看到 1g的蛋白 即釋放出來的能量 可能比Carbs更多 但是 由於結構上的問題 或者用來消耗的 誰最適合使用 誰最方便使用 都是Carbs 所以 這個是次序 使用的次序 這個多些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 所以我們都會說 Protein 也可以釋放量 那怎樣釋放量呢 當我們分解了 Aminic acid Protein 然後變成Aminic acid 這個拿走了 剩下的這一串 很熟口面 它會把它轉換成 然後轉換成Carbohydrate 這個東西 然後再這個東西 再把它變成Glucose 然後再Undergo respiration 這樣去Release 這個能量出來 行不行 OK 下面 來了 那我們 Carbohydrate 又講Condensation Lipid又講Condensation 那這個當然小不免的Condensation 如果我是要把Aminic acid 變成一個Protein 過程 就是需要將 一粒的Aminic acid 它的結卡一樣 只不過是 左右轉換了 這個Amino Group Carbohydrate Condensation Carbohydrate Condensation 那這裡呢 我會把 我的H2O 拿走 同樣地 不過這個有少少不同 你看看 我們的Carbohydrate 和我們的Lipid 它們兩個的結構 黏著都是OH 和OH 所以如果它們想黏著 的話 就會變成這樣 就是它們會拿走H2O 然後將這個Bonding 但是這裡有少少不同 你會看到 這個Molecule 這個 沒有OH 只有這邊才有OH 所以 它都不留手 拿走了 然後 這個Bonding 就會黏著這裡 所以這裡沒有這個結構 沒有這個O的結構 因為它根本沒有剩下O 可以嗎 那就跟我們的Lipid 你看到剛剛我們說的Lipid 這個位置 會有這個結構 因為我們OH加OH 一定是流出一個O 我們的Carbohydrate 哪個 這裡 有OH 所以它會有一個 這樣抹著出來的O 會有一個O剩下的 所以我們的Bonding 是有少少不同的 這裡 但同樣點 我們也是叫Condensation Condensation Condensation 這個Bond 我們就叫做Peptide Bond 可以嗎 Peptide Bond 換句話來講 我這裡又可以黏在一起 如果我沒有這個H 如果我沒有這個H 那我第三個Amino Acid 就會這樣黏在一起 那其他東西是一起抄 就是這個Structure 和這個Structure不一樣 就是這樣抄 總之它就這樣延續下去 這個H 又會離開 然後再形成多的Amino Acid 在旁邊 這樣延續下去 那同樣地 如果我是拆解它的 就是我有一個Protein 拆解它的 就叫做Hydrolysis 一樣的 好 當我的20粒Amino Acid 不一定涉及20粒Amino Acid 我可以是 我那條的Protein 可能涉及1,2,3 然後不停重複 無所謂 總之我不一定整條Amino Acid 我想說Amino Acid 就是那個Sequence 不一定要涉及所有20款的 可以嗎 它可以是不停重複 總之我們就 很多Amino Acid 就叫做Polypeptide 同樣地 很多Amino Acid 兩粒Amino Acid 就叫做Dipeptide 兩粒 很多粒就叫做Polypeptide 然後它就是Coil Coil 即是它扭它 捲它 捲它 捲它的時候 它是當中這裡 生卡拉丹 本身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Coil 即是位置比較相近 它們就會自己產生一個 attractive forces 就是它們會突然有些反應 其實是合理的 因為你看到 有時候真的會有些腹肌 有些無緣無故會產生正極出來 有些無緣無故會產生正極 有些無緣無故會產生正極 它們就會異性相吸 本身大懶也不是生卡拉丹 但是因為Coil 即是位置近了 就會無緣無故會產生 相吸 這樣就會有一個獨特形狀 有一個獨特形狀 Coil 和Full 然後就會慢慢流成一個 protein 因為它們可以有很多 Polypeptide chain 組成 這裡捲起來 變成一絕的東西 你看到很多很多 裡面有很多Full 有時候我們會有很多 Polypeptide chain 組成 這樣 不一定的 這個不是硬物 這個也可以叫做一個 protein 可以嗎 不一定有很多 Polypeptide chain 組成 所以我們的次序 就是 Eminant Acid 就是很多 Peptide bond Form together in Dipeptide 還有很多 Peptide bond Polypeptide 也有很多 不同的attractive forces 在裡面 之後就變成 protein OK protein 我們有分兩款 一款叫做 Non-essential 不是非必要 所有20款的Eminence 我們都需要 但這個是非必要 在Diet 裡面吸取 即是代表 我們可以自己製造的 Essential 是必要 必要在於什麼呢 在飲食上面攝取 因為我們是身體製造不到的 這就是必要和非必要 對不對 Function of Protein Growth and Repair 因為我們的肌肉 也是 Protein 頭髮也是Protein 身體荷爾蒙也是Protein 這些全部都是 負責Growth and Repair 需要的 Protein enzyme antibody Hemoglobin 這些全部都是蛋白質 也是Energy source 剛剛介紹過 它有18kJ per gram 這些數字不用記 當然 放心 這些數字不用記 然後呢 看看先 對了 剛剛說到Enzyme 記得我們第四課說過什麼嗎 第四課Enzyme 那一課我們說 高溫的時候它會Denature 是不是 留意這裡 由於每一個的Protein 都會有一個獨特 Aminic acid的排次序 獨特的次序 所以它們的Structure 中間的Bonding 又是特別的 即是它們的次序特別 導致它們的Shape 都是特別 但是想想 如果高溫的時候 這些Bonding就會爛 因為它高溫就會令它斷開了 斷開了的時候 斷開了的時候代表 我本身黏著這條線 如果這個Structure的Bonding 斷開了就會代表什麼 它會發走了 我們學Enzyme 就是它的Active Cite 就會消失了 所以為什麼 高溫我們會說 Denature 不同的Pature會Denature 就是因為它們會 斷開了這些Bond 導致它的Shape 是Lta Lta 它改變了它 改變了它的Shape 代表我的Active Cite 已經不再在了 不行 然後 如果你缺乏 脂肪 就會有Washioquad Washioquad 就是 非洲的小朋友 很受傷 但也會有很大的肚腩 很大的肚腩 就是因為它們會有很多 Acumulation of Tissue Fluid 即身體內的組織液 是積聚在這裡 當我們學到第八課 Blood的果課 我們會詳細說 什麼是Tissue Fluid 在這個階段 你就會知道 它們是積了很多水 就可以了 剛剛介紹過 如果太多的Amino Acid 就會 Broken down into Urea 在胸部裡 Escrete in the urine 那我怎樣 Test Protein呢? 就是用這個Albastic Paper Albastic Paper 有一個試紙 點一點它 如果是Positive Result 就會Turn the color 從Yellow to Green 可以嗎? 我們今天就學了 這三個Food Substance 由它們的Carbohydrate Protein Lipid 有一個很小的Amino Acid 或者是Gluco 或者是Fatig Acid Glazer 就形成出來 可以嗎? 那我們下一次就會說 其他的Food Substance Bye Bye